新北市法治局的年度基优调解团体及人员表扬会当中 新庄区荣获了团体服务绩效优良奖 还有16位委员获颁基优独任调解委员奖 成绩真的是相当不错 新北市法治局办理了12年度基优调解团体及人员表扬大会 而新庄区则荣获团体服务绩效优良奖 其中还有16位委员获颁基优独任调解委员奖 成绩十分亮眼 新庄区长朱诗荣也上台和全体获奖的委员们分享荣耀 谢谢新庄区长代理之下 我们新庄调解委员在各位委员的努力 大家团结同心争取这个荣誉 非常感谢 新庄区获得团体服务绩效优良奖 那我们所有的调解委员里面 有16位也获得了独任调解基优的奖项 那在这里呢真的很谢谢 陈县美誉主席所带领我们新庄调解会所有的调解委员 感谢我们新庄调解会之外 更恭喜我们所有获得独立调解基优的所有的委员 还有我们新庄区的所有的调解委员 朱诗荣感谢调委会主席陈县美誉的带领之下 委员们热心帮助积极为地方大小事化解分支 进而减少双方在上法院的诉讼分担 帮我们新庄区还有需要调解的所有的民众 来排难解分 让民众呢少走一点法院 用最短然后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方式 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 这次颁发11座调解服务机校奖 新庄区也拿下第一集的亮眼成绩 尤其在调解委员秉持着专业和丰富社会经验 兼顾秦礼法和圆融通达的方式 积极为民众排解分支 不仅为民众节省时间金钱 也维护了公益正义和地方秩序的和谐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道